中国市爆买轰动全球,连美国房地产都曾是中国买家眼中的最大标的,但现在他们目光已转向东南亚了。 据华尔街见闻报导,中国买家在海外买房,以泰国最受欢迎隆登榜首,连续三年排名上升,比澳洲和美国还吸引人。 在泰国房地产投资总额达23亿美元,为台币710亿,即使泰国有政治动荡,也没有让中国买家降温,邻国柬埔寨首都金边,也成为中国买家的新宠。 开发商就打出,金边是30年前的深圳,20年前的上海,10年前的新加坡,吸引中国大量资金,超过8成都是买来投资。 在2018年,金边房地产投暴率超过20%,但中国媒体,薪金时报,激励抨击,这都是中国资金追捧结果,一旦没人接手,可能就崩了。 动新闻综合报导